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喂 来了 白鹿 你怎么会来的 怎么不是酒 酒还是少喝一点 他醉怎么睡得着 白鹿 酒 喂 你别喝那么快啊 我不是让你别喝那么快吗 脾气怎么那么倔呢 你怎么了 白鹿 怎么 你把嘴里的细菌磕到我的身上 还嫌不够啊 现在就连手上的细菌也要往我身上磨吗 何必 好吗 我全都知道 我当然理解 但是生老病死 但是生老病死向来是由不得人的 何必 你不是答应过我妈妈要照顾我一辈子吗 你怎么从来看不见你远眼儿 怎么从来看不见你远眼儿 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你是我的好朋友吗 我怎么可能会把你给忘了呢 我不要做你的好朋友 白鹿 白鹿 你听我说 你一定要珍惜 能够跟我做好朋友的机会 换做别的人 死皮赖脸的要跟我做朋友 我心里还很不愿意呢 也有很多女孩想嫁给你的对吧 比方说我 是啊 可是 这也没有办法 命中注定 我只能跟一个人结婚终老 是我吗 是我吗 是我的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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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吧 你要让我去哪儿啊 回家 以后的事情回头再说 回头再说 对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我这个人做事你知道 善事 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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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跟我这样结束吗 别逼我了 行吗 我没有逼你 我也没有资格逼你 我只是想求你 别一下子就从始到终 行吗 你答应我 答应 答应你什么呀 我假装这件事情 从来没有发生过继续和你在一起 假装不知道你没有结过婚 骗了我 不对 是骗了我们 公司所有的人蒸蒸五年 我没有想骗你 我只是没说 没说就不是骗了 你进公司第一天填表格 婚姻那点儿里 总共有三项选择 单身 离异 已婚 你写的什么 安斯所有的公司追究下去 他们可以开除你 而我呢 而我做什么都是错 对不起 你别跟我这儿道歉了 真的我求你了 你现在说对不起 我会更窝火啊 那种感觉就像 你自己都不认为自己做错 而认为我不应该这么对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咱俩后的有什么劲啊 我们两个人明天 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想求你 答应我 我答应你什么呀 你怎么不认为自己做错 这我先留着 明天早上不想再看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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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会怎么样呢 朕把两边的老人逼急了 会怎么样呢 我们是不是操之过急了呢 喂 何必啊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们操之过急了 啊 什么 怎么可能呢 苏苏和明宇 天哪 哎 燕熙 怎么了 我的鞋呢 鞋不在鞋柜 不在鞋柜 在哪儿啊 都在鞋柜里的嘛 哎呀 我说的是那双平根的 黄的布的 那双啊 不说不洗的吗 我昨天告诉你 忘了 是吗 洗了 哎 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没发烧吧 没有 没有 那你怎么着 要出去啊 嗯 这会儿要上哪儿去 妈 你朋友有没有向你隐瞒过很重要的事啊 俗话说呀 人生不如一事实实八九 不能与人严者不左二三 总是有很多事情人们都不愿意说 怎么了 是这样吗 哎呦宝贝 到底怎么了 是谁跟你隐瞒什么了 是苏苏 苏苏 不会吧 她从来都是直来直去的 不像是个能藏事的人呢 我也以为不是嘛 那她可能是有什么苦衷 别往心里去啊 一定有 如果和你最好朋友的前男友秘密结婚 还不算苦衷的话 还有什么算苦衷呢 什么 我没听明白 没什么 我走了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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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什么好朋友的前男友 难不成是 苏苏跟马明雨结婚了 不可能吧 他们俩怎么混到一块儿去了 明雨一直喜欢的是你 怎么可能一转身娶别人了 难道就是因为你把她甩了她才 不对 明雨是个稳重的人 不会不知道深浅啊 再说苏苏她也不会弄糊涂是不是啊 这这这婚姻大事 他们俩怎么偷偷摸摸的像做贼似的 宝贝 你确定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不会有人跟你开玩笑吧 我现在就去确认确认 那你快去快回来啊 知道了 这什么点在哪儿呢 又是 这明雨 明雨不可能啊 那 行 我不喝也好 保持清醒 保持清醒 你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晚了 是吗 我觉得不晚啊 我觉得我还有机会 机会 你还有什么机会 和苏苏的机会 好 恭喜 你现在看着我 看你干什么 苏苏她已经结婚了 搜 所以说 你跟苏苏不可能了 死了这条心吧 我告诉你个事 苏苏把我跟她结婚三天这个事 没有告诉那个姓马的 那个姓马的听了以后特别生气 非常生气 所以 我觉得她们俩要败了 你就大方一点 祝福她们两个不行吗 我办不到 我现在是要救苏苏 以水深虎热之中 我怎么就成坏人了 苏苏她根本不需要你去拯救她 要不是因为你的话 她们现在应该会很幸福的 这次如果不是因为你 她的这个秘密 也就不会被马明雨知道了 事情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马明雨是你什么人 你干嘛要替她说话 我现在这么做都是在帮你 帮我 恐怕是在帮你自己吧 马明雨要是结婚了 燕西不就落听了吗 即使马明雨是单身 燕西她还是会选择我 我对我们俩的感情绝对有信息 信息 那燕西她妈呢 怎么样 坐在这儿的自私鬼不是我一个吗 随便你怎么想 也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把你自己说的话好好录一下 为你好 你现在说话的语气越来越像你爸你爸 像你们全家人 何必 我以前以为你和他们不同 但是我发现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为你管的工作 没想到你 那你也要去吧 瓶瓶 你原谅我吧 你原諒我吧 人呢 誰 還能有誰啊 公益心已經走了被我氣掉了 你說的不是公益心他們呢 蘇蘇和馬明宇也已經走了 走得比公益心還要走 走了 您好 您所拨戴的電話已關機 蘇蘇一的蘇蘇蘇 關機了 您好 您所拨戴的電話已關機 蘇蘇一的蘇蘇蘇蘇蘇蘇 他們都關機了 他們怎麼能這樣呢 丟下一個大炸彈 放得大家人羊馬斑 然後就玩失蹤了 我不明白 你有必要那麼激動嗎 我不是激動 我是生氣 我生氣 蘇蘇他 他怎麼能這樣呢 我早就明明白白跟他說過 他喜歡誰就跟誰在一起 不用顧慮我 可是現在呢 他瞞著我跟馬明宇在一起 還瞞著所有人跟他結了婚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嗎 事實上不管是不是因為我 大家都會認為是因為我 不出所料 不出所料 所有人都會認為我是一個很難搞的前女友 或者我是一個被好朋友和前男友 玩得囤囤穿的可憐蟲 好 就算這些我都不在乎 蘇蘇 我最好的朋友 也是我最信任的人 馬明宇 我的前男友 在某種意義上 他仍然是我最信任的人 夜之間全都背叛了我 所以呢 你現在想怎麼樣 我要找他們問清楚 你一定要親自確認才敢相信嗎 他們現在已經搞得一團亂了 你還去幹什麼 何必 我感覺我都好暈 好像踩在了棉花上 所有我相信的人和事 好像一時間都長滿了問號 我必須找到一個答案 一定可以讓我抓牢的東西 你明白嗎 那我呢 那我呢 難道我不是你的答案 你現在唯一可以抓牢的東西 難道不是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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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跟明宇已經結婚了 我跟明宇已經結婚了 你回去以後呢 好好的睡一覺 千萬別想那麼多了 公一心不會有事吧 我會給她打一個電話來 你放心好了 明天的午飯還是取消吧 為什麼 為什麼 像這樣設計他們 我有些不安 特別是經歷了今晚的事之後 不是已經說好了嗎 如果這麼容易就放棄的話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熬到頭呢 你 我也不知道 也行 你知道 我這個人很隨和的 你 隨和 但這件事情 我一定會堅持我自己的想法 很堅持 好吧 我聽你的 明天見 你先走 明天見 明天見 你都知道了 打算永遠都不理我了 我想先跟蘇蘇談清楚 也對 你 還好嗎 還好 蘇蘇 她還好嗎 不知道 不知道 眼下這種情況 我和她要是待在同一個屋眼下 鄰居都會遭殃的 有那麼嚴重嗎 你覺得呢 我怎麼知道呢 我要是這麼騙了你呢 你已經騙了我 這兩件事情就完全沒有可比性 不都是因為不願意坦白 所以才隱瞞了真相 你一開口就為自己變白 為什麼不聽聽別人的解釋呢 我不是個聖母 我只是個普通人 就算咱們倆分手了也是朋友吧 你傷過我 我也傷過你咱們扯平了 我跟你吐個草怎麼了 我難受 我心裡難受死了 對不起 我 這個晚上 對於我來說也不輕鬆 這都是怎麼了 把自己的生活過得一段糟 是啊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回家 媽 你怎麼下來了 我能不下來嗎 阿姨 沒有什麼事就回去吧 結婚成了家了 這麼晚了還在外面結婚 讓人瞎想得不好了 你聽我說吧 沒什麼好說的 趕緊回去 你先回去吧 我走走 我走走 你先跑回家 你去問我 我走走 我走走 你去過跳 我自己再寫了 我走走 你去那些怎麼會 看 所有的东西都有影子 无论它们走到哪里 都摔不掉过去的影子 一个错误不管是三天 还是三年 它都会一辈子跟着你 在你最快乐的时候 蹦出来 回到了你 所有的国民 素素 你该怎么办 还回得去吗 你也会原谅我 还有燕西 还有其他人 如果他们都不原谅你 怎么办 谢谢妈 你好 妈来了 来快坐 怎么不去我们常去的地方呀 妈你有点冒险精神好不好 妈想冒险 妈怕自己的肠胃不允许 大舅妈你就试试吧 要是真去医院我陪你去 陪 有你这么重你大舅妈的吗 可恶 这有什么好吃的 在看什么呢你啊 没什么没什么 哥哥 大舅妈在问你呢 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妈 这里的饭菜全部都很好吃的 啊 怎么可能什么都是好吃的呢 他们说不来贵的 啊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这意思 这就便宜不了 燕西 喂 燕西 在这里都能碰上 太有缘了 是啊 怎么这么巧呢 妈 出场子了 伯母 你们来吃饭 吃饭人多一点才热闹嘛 您就别走了 既然我们有缘在这里遇上了 就一起吃个饭嘛 来 不不 我们上别家吃去啊 伯母 不用客气啊 伯母 伯母来了干嘛呀 那那那我们坐坐坐 我们坐这坐 妈 请 坐下来嘛 嗯 嗯 好 啊 好 走 我怎么了 啊 这都坐下来了 坐 妈 咱们吃咱们 妈 你坐呀 你站着干嘛 你们会是来给他们当服务生的吧 你坐下来 你坐下来 杨经理 那请您点赞 好 谢谢 杨经理 我倒是想提醒你 这里的东西不便宜的 换句话说是有点宰人的 尤其是他的那个汤 那是人各一份的 而且他的碗就这么小 你看你先生那个胃我估计 可能一口 不 就两口半都还不够 是真的 那什么汤啊 这么了不起 非常地不可 找找 来 来 我说杨经理这个人 你平时真的是个聪明人 你现在怎么就这么不明的事 咱们都是举家过人 一样的日子呢 量力而行吧 对的对的 谢谢您提醒啊 可是这人有时候吧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出现一种 想要豁出去一把的冲动 冲动是魔鬼啊 你要是坑了自己也就算了 你要坑了别人 怎么你就以为别人都是冤大头啊 妈 妈 什么妈呀妈呀 妈说错了吗 妈 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吃吧 走了 走了 你坐下 你不走我走了 走走走走 念希 先别走 走 为了我们俩再坚持一下 妈 伯父伯母 我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要对你们宣布 何必 走 走 你们这是干什么 今天在这里 你什么都不准宣布 走啊果果 妈 我和燕妻 决定结婚 我没有听见 我什么都没有听见 妈 我不明白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心甘情愿呢 接受我们俩婚姻呢 阿姨 请您接受我 阿姨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干什么 快 你 你放开我女儿 放开我女儿 放开我女儿 你放开我女儿 我决决不会放手 这辈这双手 我永远都不会放开 你这么大的决心 你怎么不先说服你妈去啊 因为她妈的决心比她更大 妈 儿子 我今天站在这儿想跟你说我不同意 我打死不同意 我坚决不同意 都不足以代表我的心情 好好啊 我跟您难得的一致 妈 你今天把我们两家人弄到了一起 你大概没有想象 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你没看到这一家人 他们一个一个就是干柴烈火 你是网上交友啊你 放开你的手 放开你的手 放开我 芸汐 那我回家 走 咱俩做什么 让你别掌握别掌握你 非要掌握 那你这当妈 怎么这么不让心疼女儿啊 她已经这么难过了 你就别再逼她了 你撑吧 我逼她 我是在逼我自己 你们你们 让我去 你看 她 还有好 好 你 睡吧 我睡觉了 我就也不打了 走 我睡觉了 你不在何患了 你不在的 你不在哪 回来吧 回来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喝酒了 怎么喝这么多 我扶你上去睡一会儿吧 你谁啊 韩苏苏啊 这是我家 我不想再看见你 是我轰你走 还是你自己走 文宇 你干什么 我哪儿都不去 你干嘛 我听错了 对不起你 对不起 我没听错吧 现在说对不起还有什么用啊 你骗了我 伤在这儿 我妈没听错了 文宇是个要脸的人 要脸的人 要脸的人 等将来人尽皆知了 我这张脸往哪儿放啊 好聚好散 别干我走 你晚上我以前不是好好的吗 别抹上我过去的辛苦 我发生我以后一定会努力让你感动的 感动啊 我看动世界都感动 可你认为 感动是婚姻的吉时吗 不是 信任才是 你别指望我这辈子会原谅你 因为那根本就不可能 为什么你想抽我自己啊 我真想抽我自己 因为我记得 我记得你以前 骂我是骗子 我怎么觉得 我骂你是骗子才对呢 明宇 你听我说我 我不是跟你刻隐瞒 我真的不想隐瞒 我就是不想失去你 我真的是今天下班 我不敢告诉你 我怕你轻视我 我离不开你 这个世界谁离开 谁都能过得很好 你却我没有任何一个人 当转公务 你打我 你打我行吗 重重打我 只要心里好时候 打我 你打我 我打你干什么 我打你干什么呀 我不会害你的 但是我这样告诉你 我们两个人从一开始结合 就是一个错误 因为彼此太不了解对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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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美啊 明宇 明宇 李欢 必须离婚 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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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来干什么 想来就来啦 我很忙的 没事的话 就别来烦我 我也很忙 好不容易抽时间才来的 是吗 那你在忙什么 忙生意上的事 还有 我妈的事 你妈还好吧 你和龚一新怎么了 龚一新反反复复地说一个词 让我想到一件事 她说哪个词 隐婚 你不会也隐婚了吧 没有 不过呢 既然是隐婚就不能说出来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跟你坦白的义务 不是吗 你又生气了 我不会生你气的 你放心 我从来都没生过你气 白鹿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理解 因为你妈妈最近她 你不理解 你不理解 没人能理解 既然你认为我不理解的话 那我也不知道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了 我先走了 还没听说百合集团 说过时尚的事吗 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了 请我喝一杯吧 现在你可以开进口了吧 简单来说 我成了时尚俱乐部的老板 那么复杂一点说呢 马明雨 如果马明雨被我开掉的话 马明雨在公司里面工作认真 业绩也很出色 你凭什么开出她 俱乐部是我的 当然我说了算 也是 可是 你是老板 怎么做都没问题 俱乐部是你的吗 何必 你那么聪明 那就让我帮你 把你的心里话都说出了吧 算了 还是我自己来说吧 我要你和燕熙分手 如果不分的话 你就会把马明雨给开掉 没错 其实开掉马明雨并不是你的真正木银 你真正想要做的是折磨燕熙 没错 虽然马明雨和燕熙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以燕熙的性格 知道前卫婚夫因为自己而遭殃 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 对吧 到时候你会被迫出手相助 可是很遗憾 你去哪儿 我去任何地方 都不想在这里跟你待在一起 这就是你的答案 我不需要给你答案 因为你问的不是一个问题 不说问题是什么 是什么 是危险 白露 在以前你耍耍小性子跟我胡闹 我倒还觉得你挺可爱的 现在你居然危险 你知道在我眼里你是什么吗 卑鄙小人 没错 在我心里你就是一个卑鄙小人 我解说了 感情的事 怎么做都不算是小人 明雨和燕熙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以燕熙的性格 知道前卫婚夫因为自己而遭殃 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 对吧 到时候你会被迫出手相助 可是很遗憾 对吧 你去哪儿 我去任何地方 都不想在这里跟你待在一起 这就是你的答案 我不需要给你答案 因为你问的不是一个问题 不说问题是什么 是什么 是危险 白露 在以前你耍耍小性子跟我胡闹 我倒还觉得你挺可爱的 现在你居然危险 你知道在我眼里你是什么吗 卑鄙小人 没错 在我心里你就是一个卑鄙小人 我解说了 感情的事 怎么做都不算是小人 你跟白冰到底怎么回事 白露 不久之前你还对她嗤之以鼻 势不了力 怎么突然之间就完全变了 你们的姐妹情 难不成也像做了龙胸手术一样 在短时间内膨胀起来了 何必 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认真说俏皮话时候的样子 是吗 不过很可惜 我想从今以后 你应该不会有幸再听到 万一要是哪天 我说我突然很想见你 那我一定是在说谎话 你看 我不是又说了一句俏皮话吗 但是跟你开玩笑 今天是最后一次 你就当是有情赠送我了 喂 喂 燕西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就是想你了 想听听你的声音 你说句话呀 你打来的电话 怎么着跟我说话呀 要是你不跟我说话 我怎么才能听到你的声音呢 何必 我妈很生气 有日敲门 我去看看 我忘了 来了 苏苏 明卫 有日敲门 稍等一下 刚刚 我不是故意要对你隐瞒的 这话我都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他告诉你的 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也是啊 他当然会第一时间去找你 看来 看来你还是介意 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我介意的不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我介意的 是他对你一直于情未了 你们已经结婚了 结婚又怎么样 一张纸儿 连身体都管不住 何况是幸运 既然那么不相信他 那为什么要嫁给他 恐怕只有你这样的人 才能这么轻松地说出这样的话 你爱的人 爱着你 你不爱的人 也爱着你 所以这样的你 怎么能够理解我这种紧迫感 你 爱他很久了吗 很久很久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隐藏得那么好 因为我觉得 男人再好都是一世的 只有好朋友才是一生一世的 可你现在 我没能坚持我的原则 你要头是代表什么 你能原谅我 还是我怎么道歉都没有用了 我不知道 能理解吧 素素 其实决定权在你手上 在我手上 你要是因为对茗玉的猜忌 而对我心存芥蒂 无论我原不原谅你 你都不会再信任我的 现在根本就不是 我猜忌不猜忌你们的问题 素素 总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茗玉也是因为一时生气 所以才说 才说什么 他跟你说 要和我离婚 好吧 好吧 他终于等到机会了 跟我离婚 然后再跟你重新在一起是吗 他是等这个机会等了多久啊 现在终于实现了 天上掉馅品 素素 你想太多了 我没有想多 不然他为什么第一时间来找你呢 那是因为他很难过 你没有告诉过但你曾经结过婚 这件事让他很难过 不是难过 他就是要去找你 在你面前装可怜博同情 好让你知道在你心里他还有一席之地 素素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清楚我对茗玉的感情啊 我现在只把他当作朋友 我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可我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我自己胡思乱想 他就像我手里抓紧的沙子 我怎么想要拼命抓紧他 我都无法阻止他从我的手指缝中溜走 既然控制不了 既然抓不住 那就放得他吧 我放不掉 我做不到 为什么要爱得这么辛苦呢 素素 今天我们娘俩就坐在这儿把话说清楚 以后你再敢算计我的话 那我就 那你就会怎么样呢 凭什么把我自己的招数告诉你呀 但倒是有一招 我可以事先提醒你 奕西 以前的男朋友马明雨 跟奕西最要好的女朋友 瞒得所有的人她们结婚了 哇 没想到这消息传得这么快啊 他是什么人哪 偷偷摸摸的结婚 背叛自己最要好的朋友 果果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呢 要看一个人怎么样 就看他交往什么样的朋友 大舅妈 现在的隐婚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对家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跟我说的 马明宇跟苏苏他们 瞒着所有人结婚的事情 彦妻她也不知道 还有彦妻是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了 我不想跟你研究她是什么 她是什么样的人 跟我没有关系 但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我绝不允许你跟她在一起 这件事情 又不是什么重大的新闻 你就是为了说这个 专门赶过来的 当然有新闻 什么新闻 他们两个在一起隐婚了 她让我想起了 另外一件事情 你是担心 我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也会隐婚 你们该不会已经也隐婚了吧 还没有 那好 没有就好 但是我得提醒你 如果你想跟她隐婚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不管你将来 是跟燕西或者是跟其他的女人 只要你们敢隐婚 我立刻跟你断绝无主关系 听见没有 是 听到了 很好 妈 您说 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呀 非要我现在过去 行吧 我知道了 好 我这就过来 明雨 起来了怎么会多睡一会儿啊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要出去一趟 去哪儿啊 要不你带上我吧 反正我在家里待着也闷得慌 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小跟班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夫妻啊 你看你 骂也骂了 气也出了 是吧 睡醒一觉 原谅我吧 原谅 我做不到 明雨 你想想 我其实就是三天的婚事 跟那些人同居没什么区别 我就是比他们 多了一张结婚证而已 换句话说 你跟燕西相爱的时候 难道就没有同居过吗 是吧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 你是不是觉得 之前跟我隐瞒婚史 是理直气壮的事情 我 我一点都不理直气壮 我肠子都悔清了 就是不希望你总是用这种态度 对我心里难受 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你啊 把你捧在手上 和以前一样 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卡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未来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离婚 是 灵雨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有空的话 去看看白露妈妈吧 我估计她剩下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我本来呢 也打算去看一下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白露总是不让 因为她跟她妈妈说 说你们两个现在在一起 我怕你去了以后会穿高 是这样啊 那早跟我说好了 我演戏配合一下不就行了 什么 她要你不是演戏配合 她要你是真心配合 妈 放心 我没问题的 果果 再见 回来 怎么了 又有什么事啊 要走的是你妈一个人 那果果呢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把果果带出去玩一玩吧 大舅妈不用了吧 哥哥很忙的 就是啊 我很忙的 忙 你忙什么 我倒是看你很闲的 我一直都是忙你偷闲 就这一次 就顺你妈这一次心吧 再见 再见 嗯 再见 嗯 哥哥 我们走吧 你真的要去玩啊 你也不想我被大舅妈骂吧 行 好吧 那你先陪我回去 换件衣服再走 走 联系啊 怎么叫你也不答应一声啊 还在为苏苏的事难过啊 对了 纳莎给我打电话 约我跟她见面 她约你 她为什么要约你啊 去了就知道了 你答应她了 我干嘛不答应 妈 你还嫌你们见面场面不够尴尬 话说的不够难听吗 她都不嫌场面尴尬 不嫌话难听 我怕什么呀 我要不去还显得我理亏了呢 妈 这件事不是你们俩的PK 此时不PK更待何时啊 好吧好吧我不管了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不管了 你还怎么这么脾气呢 我我脾气怎么了 从昨天到今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苏苏顾及我 就因为马明雨 对我还有那么一丁点喜欢 何必她妈讨厌我 就因为她希望她的儿媳妇 是另外一个女人 您老人家整天吵吵嚷嚷的 就因为 因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所有这些事当中 我是最被动的 也是躺着中枪的那一个 妈 我求您了 让我清静一天吧 不管你和何必她妈说什么 或者打起来 都不要再跟我说了 一个字都别提 我说了一句你说了这么多 我不想说了妈 你出去吧 好好好 我出去 这孩子 妈 妈 门口怎么挂了一休息的盘子 你以为这是什么呀 这是婚姻大事 你说你瞒什么不好 你怎么连这种事你都瞒我啊 你让我这礼拜怎么做 我怎么就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非非偷着把婚结了不可 当时您跟苏苏水火不容 那我能怎么办啊 那你就先斩护作 不 先斩护作 要不是她把这给我 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 我想破了头 我都想不明白 你不认识 我 你去民政局的演战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 你不是从实战缝里蹦出来的 你是有爹妈的 我当时因为演习 脑子也是一团糟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讲 我那不是逼着自己 蹲开地忘掉过去吗 那你就怎么忘了 那就被画儿炸乱了 天下怎么会大乱呢 什么意思 你甭着急了 过两天 我们俩就离了 婷婷 你认识她 婷婷 婷婷 你怎么来了 果果 先到我的车上去等我一下 为什么 哎呀 你就先听我的嘛 有什么回头再跟你说 仰望车还真不少呢 你一个人来呢 有事吗 我 对了 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让你说话的人 也就只有我了 好 这一点呢 我真的是感到非常荣幸 可是 我渴了 口渴了 嗯 好的 那我们一起去喝点东西吧 我搁上了 喝吧 先给你倒 我先来 喝 喝了呢 这也太酸了吧 是吗 很酸啊 那你怎么又喝一口 走吧 是不是 不是 你还是别喝了 你先别喝了 我再调 云云 来了 不是去李叔叔家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啊 阿姨 燕西 阿姨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吗 阿姨有什么话就坐下来说吧 阿姨怎么了 阿姨你喝茶 阿姨喝茶 啊 你说你这孩子 啊 当年我有多喜欢你 我现在就有多怨你 我们家茗语怎么了 啊 要模样有模样 要责任心有责任心 阿姨不是吹牛的 当年那条街上的孩子 就是我们家茗语最拔尖我跟你说 阿姨 不是茗语不够好 只是我对她 早晚 呀 阿姨